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NBA常规赛进入收官阶段,西部有一只球队一直在输,有点止不住了。 勇士在最近21场比赛中输掉了14场比赛,在最近11场比赛中输掉了6场,在最近7场比赛中输掉了6场。 顺确来说,自从库里在和绿队比赛中受伤了一场,他只赢了一场热火,而且赢下热火也是有前提条件的。 格林和克莱不打,波尔,韦金斯,库明加三人打得特别好,而其他比赛,输马刺,输魔术,输老鹰,输奇才,东部电底的几支球队,基本都输过来了。 科尔还在预盖没张,我们前50场比赛是联盟最好的球队之一,这只勇士,离开库里真的玩不转了,我觉得并非如此,实际上包括库明加,波尔,波特等人打得还是非常好的, 克莱也很努力,虽然他手感起伏很大,唯独一人,我现在真的有些排斥。 格林,勇士客场挑战奇才,在下半场开始仅仅86秒,水梦格林就送上了一次失误,一次犯规,一级恶意犯规,一次犯规被打成2加1,这堪称史诗奇的表现让勇士球迷一个脑袋两个大。 全场比赛,格林出战25分31秒,投篮6投2中,攻陷了7分5篮板6主攻,正复制-20,全队最低,有勇士球迷之言,修赛期如果不把某些功勋卓著的人清理了,勇士十年翻不了身,这自然是气话,但你观看格林的近期表现,总能让你血压飙升。 紧就与七才的比赛中,反击送失误,上空拦不进,连续无脑犯规,就雷虎顶发牌这种老技法都用的含糊,由于不愿出手投篮,导致进攻端永远是2打3,3打4,当无效阵容的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对波尔金吉斯一级恶犯,自己上篮不中,对对手犯规,还冲着裁判奖效,认为对手犯规,科尔赛后美其名曰,我喜欢夸格林搅浑水的能力, 科尔也在为格林开拓,数球责任不在格林,让对手投出百分之五十七命中率不可原谅,格林现在硬的只有嘴了,他说他很健康,但感觉很糟糕,必须努力走出困境,他说自己出场时球队从来不会变糟糕,但唯独他缺阵的那场比赛,勇士能赢当时的东部第一热火,输给魔术,格林嘲讽对手是联盟最差的球队,和马斯的比赛,格林只打了18分钟就两次计犯,而且真是一直冲着裁判叫嚣, 不给季犯都说不过去的那种,主动申请离场,顾虑受伤后,没人管得住格林了吗?事实上真是如此,科尔总能找到理由夸奖格林,用格林自己的话说,他每次和克莱讨论,当克莱意见和自己不一致时,格林会大声反驳,让克莱闭嘴,这简直就是堆内一霸,先聊聊勇士如今的处境吧, 48胜28负的战绩,但是没有锁定季后赛资格,勇士还胜6场比赛,但是只领先排名第7的森林狼4.5个胜场,顾虑这一次确诊,勇士一胜6负,胜率不到2成,按照这个状态,勇士是有可能调出前4,甚至有可能调出前6,森林狼如果6连胜,勇士一直输下去呢,不排出这种可能性,但是即便没有那么糟糕, 勇士现在想保住西部前4很困难,也许库里回归后,要面临失去主场优势的可能性,当然,绝对不能把勇士连续的失利全部怪罪于格林,可而的一些行为也让人无法理解,比如重用达米安里,把卢尼变为替补,让库明加进首发干脏活累活,失去他作为替补系发动机的冲击力,但对于格林来说,现在他的很多行为,就是在伤害库里,在勇士建立王昌那几年, 格林确实是水花兄弟身边最强辅助,没有之意,他的防守压迫性,他的发牌能力,他的节奏带动作用,他就像是勇士的一条鲶鱼,在球队需要提升节奏的时候,格林总能够像火箭助推器一般,无论是攻守转换,还是一些精彩的防守回合,包括一些针对对手核心的犯规挑衅,能激发队友的斗志,而在库里和克莱身边,水花兄弟的无球跑位,搭配格林的传球,勇士穿刀体系, 让对手疲于招架,即便抛开之后杜兰特和格林的恩怨,我觉得当初勇士给格林纳分4年1亿美元的合同,没有问题,但前提是必须库里在场,格林才能发挥他的价值,而库里不在时,格林连零头都不值, 自从库里受伤后,格林出战的这五场比赛,加起来只拿到19分,场均4分5篮板4助攻,动着单场3次或者5次失误,动不动就冲着裁判怒吼抱怨,他这一肚子邪活哪里来的,他到底有多少委屈,要知道格林本赛季薪资2400万美元,几乎他打一场比赛,就能轻松挣30多万美金,他就不能认真对待这20多分钟, 但是场上的表现,格林并不认真,漫不经心地横传失误,上空篮不尽恼羞成怒,对对手侵犯,包括一些过大的防守动作,这都能得到科尔的赞美,如果连科尔都不敢批评格林,谁还敢批评格林,以他场军4分的表现,他凭什么认定自己是球队的核心和大佬,他比得上努力付出的波特,辛勤恳恳的库明加和普尔,以及态度积极的克莱吗? 库里之前辛辛苦苦积攒的成绩优势,现在荡然无存,这就是现在的追梦格林,你从观感上感觉他并不在比赛的节奏中,就在前两天,追梦格林在直播节目中直言,当詹姆斯总得分超越贾巴尔的那时刻,即便勇时有比赛,他也会向科尔请假去见证这一伟大瞬间,詹姆斯超越贾巴尔固然是整个NBA世界里的大师,但放弃自驾比赛去看是什么逻辑,即便都是傅保罗手下, 如此不顾及球队利益,可能经纪人傅保罗也不会答应,但追梦格林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说出来了,可甚至不得不出面发声,希望詹姆斯超越贾巴尔的比赛是对阵勇士,这样就能两拳其美,让格林出现在比赛中。 这就是最近的格林,他频繁在各个场合发声,在用势力争季后赛作息的关键时候,他似乎游离在比赛之外,在向一个ESPN的解说席位发起了冲击。 追梦现在已经是CNN的撰稿人,你可以看作是他在位退役后的生活铺路,这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举动影响到了球场上的表现, 那干脆直接退役去做一个官方的喷子,想骂谁就骂谁,翻不着挂着球员的身份糊弄比赛。 实话是说,之前格林长时间缺阵,勇士也逐渐摸索出一条道路,普尔的传球功力本赛季提升明显, 而且普尔确实不是那种喜欢过度持球单单的球员,打球很有灵性,此外就是波特,别利查等人都能分担库里串联组织压力。 说白了,离开格林,勇士一样能转,只不过内线缺少球员,卢尼自己太吃力,别利查对抗不够。 库明家太年轻,怀斯曼没办法回归打球,勇士完全可以在今下利用格林的薪资空间,换来对球队更有帮助和提升的球员。 为什么还要去对格林忍气吞声呢?当初格林避走了杜兰特,如今还在伤害勇士,如果勇士今年虎头收尾,格林是最亏祸手之一,可也逃脱不了干系。 当然除了这两位,还有管理层的失策,之前麦尔斯是这样说的,很显然,我们一定会想要增加球队的内线高度。 我们曾经认为内线高度会随着怀斯曼的回归自然而然地被解决,但是很显然,我们太天真了,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在接下来一周左右的时间内发现,有合适的人选且有资格为我们出战季后赛,我们会对其关注并且尝试签约的。 现在认识到错误,是不是晚了点,要知道,本赛季由于疫情的原因,各支球队都签下了不少原本根本就已经被NBA抛弃的球员了。 所有球队都已经跟那群原本在NBA打不上球的球员中挑了半天,现在剩下的,别说能提升勇士的内线防守了。 能不能占上场不犯错误都是个问题,只能说,勇士管理层休赛期的自信毁了他们。 且在休赛期的时候,勇士为了节省开支,他们的签约全部都是底薪合同,就连唯一一个价值500万美元的中产特例,勇士都保留到了赛季开始,始终没有使用掉。 都说勇士老板不怕花钱,但是实际情况是,他们确实已经开始考虑到薪资的问题了。 本赛季勇士的奢侈税达到了1.7亿美元,他们是联盟中唯一一只奢侈税超过1亿美元的球队,可排在第二的布鲁克林篮网拉开了巨大的差距。 同时,除去库里的年薪,勇士的全队薪资也达到了1.3亿美元。 什么概念? 全队薪资排名联盟第八的丹佛决金薪资为1.36亿美元,值比没有库里的勇士多了几百万,并且他们还缺少了一名拿着3000万年薪的贾马尔、穆雷。 这么来看,勇士这些钱花的确实有点太不值得了。 除了库里之外,其他超过千万美元年薪的球员几乎度没有达出匹配得上自己身价的表现,反而是拿着200万的乔丹普尔撑起了球队的进攻。 我们下来看,勇士这些钱花的确实有点太不值得了。 我反对你来看,勇士这些钱花的确实有点太大,你会给你帮助。 感谢观看